自主健康管理规定 把Delta病毒带入社区 没想到指挥中心 却打算要让机师打第三剂 网友开骂 问题根本不是疫苗 而是隔离期间不要偷跑 机师第二剂打好打满 但多少人连第一剂都等不到 你不是想进骂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是一再用各种奇怪理由 让第二类官员先打 让机师先打 你不觉得对那些死忠待等待 甚至还有一半以上的人 没有打到第一剂的人 对他们来讲是一种临慈吗 国境就发现 要有效阻挡Delta病毒 打两剂疫苗的覆盖率 至少要8到9成 英国专业期刊研究 打两剂疫苗的保护率是8成8 如果只打一剂 保护率只剩三成 不过台湾只有4%的人 打了两剂 65岁以上长者更只有1.5% 反而是第二类高官 高达4成4 打满两剂灾档痛骂 就是政府阻挡国际疫苗 才会酿成问题 这英文叫dissociation 接力量 我无法理解 切剑炮轰当初要帮忙买疫苗 被阻挡如今台湾的施打 速度简直成效病 这个绝对是太慢了 我们vaccine不够 其他有些国家 它已经打到7成 8成 甚至于有的要到9成 我们才4.6嘛 好像我们都可以帮忙 现在没有买到我们 疫苗不够 全民胆战薪金 当违规的机师 能打第三剂疫苗 苦等疫苗的百姓 要怎么服气 记得综合报道 肯定咁心 未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